当你还以为中国的大爷大妈们平时只会跳跳舞溜溜弯的时候 其实他们早就在游戏里大杀四方了 前几天一位70岁的高龄大爷摆低摊球王者荣耀solo 有年轻人不服上前挑战 却被大爷的一句话就震住了 后来输了才知道大爷已经是连续五个赛季的王者 而这还只是老年游戏玩家的冰山一角 56岁的宋妈妈一朵荷花图像淡薄宁静 打法却是异常的凶蠢彪悍 72岁的王者婆婆手上满是皱纹但依然是秀翻全场的国服貂蝉 60岁的疾风大爷穿着个大背心竟然能在solo赛里单杀主播 这操作对面来两个faker都不够看 大爷厉害大爷厉害 就连pdd都直呼这是真大爷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中国大爷大妈的名号甚至响彻了世界 在缺混麻将国际服中 中国玩家和日本玩家经常碰上 而在这里大爷大妈们以其过硬的排击和出排速度 成为了王者一般的存在 断腰酒那只是小年缺的玩法 大爷大妈们一手大鸣杠 直接杠的日本玩家头皮发麻 你那日本网友疯狂讨论 这麻将还能这么打 唉也是 毕竟打麻将谁能打得过中国的大爷大妈们呢 我是老条带你看遍天下事